财富指挥官财富掌停板 而且在今天大家应该非常的高兴 在清明廉价之前 台北股市指数再次创新高 来到20,466点 非常漂亮的一个数字 指数再次创新高了 各位注意啊 正确的说法是 在很多人讲说清明节要变盘的当下 结果指数再次创新高 而且我必须要这么说一件事 很多朋友每次看到大盘的时候 看到指数创新高 都没有想到说这是个发现价格的功能 很多人都在这个地方觉得创新高之后 必定有震荡必定有拉回 我想我先告诉大家一件事 很多人用指标跟你讲对不对 很多人用清明变盘跟你讲对不对 指标呢各位没有发觉一件事 它是走得温温的 走一走之后停下来往上攻坚 走一走之后停下来往上攻坚 其实它的指标是不断不断在这个过程当中 产生了所谓降温的现象 属于盘中换手非常好的非常稳健的一个走法 别人有这样跟你说吗 因为它从18600点就一起看空了对不对 第二种讲法我要跟各位说 甚至呢行情里面又不是那种全部的人都兴奋到受不了 又不是所有人都满怀希望 所以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停下来 我再次跟各位强调 各位注意啊 去年的18619点啊 那是用所谓的我们就打个比方好了 70公分70公分啊 的积木去堆的啊 那么堆到最高点可能是18000啊 现在用AI去堆 AR不一样啊 AI的厚度可能是100公分哦 那么这样一堆上去的时候 将来是22000点还是22500点 没有人知道 它会慢慢慢慢堆上去 我说真的说不定到那个数字去 所以基础不一样啊 就像我常常讲说 在中华直男队跟美国NBA篮球队 那身高总和加起来不一样 因为每一个人的身高都比人家矮啊 所以这次来讲 AI为什么看起来比较高 其实跟那个所谓的前面的指数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是产品别的不同啊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 各位注意一下下 所谓的清明变盘哦 我真的很想跟各位说 各位知道吗 所谓的变盘说是谁发明的 变盘说啊 美国有三个非常重要的 所谓技术分析师 一个叫道琼 一个叫做什么 爱瑞特 另外一个爱瑞特发明波浪理论你知道吗 道琼就是道琼指数 另外一个叫做威廉甘士发明的 这是美国三大技术分析师啊 威廉甘士说 未来会随着节气做变盘 我问你一件事啊 他讲的是哪一个国家 他讲的是美国耶 美国人有过清明节吗 所以我们就说啊 因为威廉甘士说会变盘 所以呢清明节会变盘 你的老师真的是一知半解啊 那么很多人都可以讲过年啊 哎呀农历年啊会变盘啊 结果呢 各位看到没有 讲农历年会变盘了 第一天大涨了 五百六十四点立刻被打领 没多久又说 好之前前面一个节日又说变盘 现在又说清明节要变盘 我问你一件事啊 你为什么这一整段 没有认真的去选股票 没有认真的去做股票 是不是被这些所谓变盘说 或者被这些什么涨太多 我听说有人从去年初啊 一路保守到现在 一万八千六百点之前哦 一万八千点 保守到现在 保守你就赚不到钱了 更何况放空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把这个心中的心魔 一定要先拆掉 这个行情我现在直接跟各位说 六月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 六月还有苹果要发行iPhone的新手机啊 这些都是利多啊 520我们台湾本身总统就在的行情啊 甚至到了七月份的时候还有降息耶 你要跟我讲说现在就结束了 那美国总统怎么选 美国总统在九月 在明年一月份才要投票 美国总统怎么选 拜登如果经济崩下来 他怎么跟川普比啊 所以这个观念你要有啊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情 先把这个心魔拿掉之后呢 然后剩下只有一件事情啊 你把心魔拿掉之后 你会发觉眼睛都亮起来了 亲爱的同志朋友啊 好好的跟着我选股药 而且抓住产业的第一手啊 各位想想看 2359的索罗门 42块钱进去 1 2 3 4 5 6 7 8只涨停板上来了 涨了接近75%了 8只涨停板上来了 你们看到啊 所以各位这就是一个最决在8033的雷虎 也是最近出现的 从这个52块钱进去到现在为止 6只涨停板快出现了 大家都在等拉回啊 我说你要把眼睛放开啊 你把心胸放开之后 好好跟着我标股六大要领来选股啊 那请问一下雷虎是不是就是政府扶植的产业吗 请问一下 老师啊这个股票这个索罗门要涨我不知道啊 我说奇怪你怎么会不知道啊 没有错 有人说千金难买早知道 有人说索罗门早知道我多买个100张 我现在就今年全部都回来了 我告诉你一件事啊 跟对人你可以早知道啊 我的会员朋友我现在直接这么说啊 我相信没有节目敢跟我这样讲 索罗门雷虎是我最近的招牌 我直接这么形容好了 我几乎在每个节目都在讲这个索罗门跟雷虎啊 我几乎在每个节目都在讲索罗门雷虎啊 甚至索罗门跟雷虎能够长得这么凶悍 能够让大家知道他真正强悍的一个地方基本面 我相信我也有相当的功劳 你说对不对啊 我就这么告诉各位一件事啊 我的家族成员 我们会员的抠讯 我就直接这么说 没有索罗门雷虎 我明天就下台鞠躬 我就直接这么形容 所以这是真实发生的 跟别人就是写一个意思意思 或者在节目上讲一讲不一样 我说我有这么多的机器人 我特别去帮你找了一个叫做索罗门机器人 他有3D视觉可以绑鞋带 我说绑鞋带这件事情 三年级四年级的小学生都不见得可以做得很好 他能够绑鞋带 他能够开车 他能够开飞机 他也能够搬东西 甚至我说过 那么你在很多太空电影里面看到说 原来在太空中没有医生 他是用遥控的 用机器手臂帮你做那种 所谓的接身缝合等等这些事情 那他能绑鞋带这些就能做 也就是做所谓的达民机器人等等 这些所谓医疗工作 亲爱的同学朋友 真的我必须要这么说 人生当中真的没有第二次 而且你看到没有真的可以买得到注意 真的可以买得到 当天的上影线都还在 那我问你打完大底你为什么不买 那我问你黄仁勋点名了你为什么不买 那我问你 我除了在这个节目里面 盘中光是非凡的连线多达两次到三次 你为什么没有跟上 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第一个距离太远 第二个觉得说 好像这种伟大的梦想 注意哦 这种股票一拿到的时候 我就要告诉各位一件事 我今年从上全 从去年的神盾 今年的上全 今年的红海到所罗门 我告诉各位一件事 真的是龙行天下一帆风顺 你可以讲说 哎呀老师啊 你怎么运气那么好 运气好你还不跟 再问你一次 你如果当我运气好 而不是产业第一种资讯 而不是这么认真的话 就算你认为这么离谱的理由 我还是希望你跟我 就算你这么 觉得这么离谱的理由 我是运气好 我不是知道绑鞋带 我是不小心猜到所罗门的 那你要不要跟运气好的人啊 各位看到没有啊 你觉得我是运气好吗 各位看到没有 赖总统上任第一标案 有谁会跟你讲这件事情 而且目前为止 全市场没有第二个分析师 能够跟你分析这个情况 而且我不是只有在这个节目讲 各位看到没有啊 我真的是卯足了全力告诉你说 请你记得一件事啊 该做所罗门 该做雷虎的时候 你一定要好好地把握啊 哎 你要等到今天的时候才发现 好像我讲的事情都发生了哎 各位看到没有 这是今天的新闻啊 四月底开始分批送件啊 第一个先送什么 两款微型无人机 你把我以前的节目拿出来看 是不是就讲这个 甚至呢六项全部通通都要标 那么这个整体的标案是71亿 是不是都一样 等一下我们来对吧 来你来看一下嘛 对吧 整体的标案是多少 71亿啊 六项全部都下去得标啊 而且重点是为什么 为了无人机 所以去年的案子改成今年来做绝标啊 所以我说过这是赖总统上任的第一案 也是蔡总统要要毕业的最后一案 我就直接这么形容 因为去年520本来就要标了 结果呢 延到今年就是为了微型无人机啊 微型无人机我等一下拿给你看 现在投资朋友 我点到之后有没有立刻掌停板 有没有买得到 每天都买得到哎 雷虎的风格啊 在掌停板附近不会真的锁 因为常常锁的话会被警告 你知道没有 各位看到没有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第二天就真的锁了 锁一天没关系啊 第三天不能再锁 知道吗 但是掌停板就是9%10%哎 这天公布出来两公斤微型无人机了 跟以色列合作啊 各位看到没有 这天跟你讲了 六项标案全部报名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跟今天所讲的是不是一模一样 跟今天他所讲的一模一样 我连图都给你看 我说这个无人机只有两公斤 这是以色列做 里下载的就是炸弹的 雷虎两公斤无人机 使用以色列镜头标记坦克车 并回穿我们好兵 可以绘制自由巷战跟地下道 就是因为哈马斯大决战的一个关系啊 你说老师 那为什么我转不到 我每天跟你讲雷虎 看他好羡慕 我告诉你一件事啊 我家族成员就转得到 我光一个雷虎 抠了至少三次 没有错来 那个 所罗门只有这一次啦 后面中间 中间抠第二次就没有再抠了 因为中间没办法抠啊 通通通通通没办法抠 抠了没用 我雷虎在第一档至少扣了三次啊 告诉你 你看我去年的时候 从11月10号跟各位讲雷虎啊 扣到哪里 扣到5月份才卖掉啊 十支涨停板 去年 你看好一个波段 注意啊 我认为你2万点以上 或是你做股价就是这样 当全市场的人都不看好 甚至呢 全市场都不知道的时候 赶快买 当全市场都半信半疑的时候 继续加码 然后全市场那个时候 各位看到没有 这根大量 哇跑出来了 雷虎有多棒 那个时候全部人都在讲 我说不对哦 大量出来了 第二个 我知道说 哎呀 要延期一年的情况之下 它一定会形成 所谓第四波的整理 这叫第三波嘛 一二三 第四波整理 等到第四波 第四波时间会很长 那我也不知道是一年 我慢慢等慢慢等 最近才知道是一年 一年到了 动手 这就是我的做法 那我问你一件事 去年就要绝标的东西 我问你一件事 去年是85块钱 今年50块钱 那我就说 这是博士已经跟你讲说 老师已经跟你讲说 你应该可以拿到博士了 但是你的博士都能回去来修改 请问各位 我也念过硕士 基本上不会往上走吗 然后呢 你看这一档股票 我也是跟你讲说 这个去年也应该要毕业 这个去年也应该要毕业 结果呢 延一年 请问毕业了没有 在这里 五月份在这里 五月份在这里 看到没有 去年又应该毕业了 有没有毕业 是不是一样 这都是钱 各位 这都是我们研究下来 可以跟各位分享的 好的东西 你不要在那边想东西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 那么隆德造船 甚至7402的疫情 每天都说 我昨天还看到有人说 这个股票 这个什么涨太多 怎么样怎样 我每天晚上都听这个 你不觉得烦 大盘也涨太多 那 AI也涨太多 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广达 AI也涨太多 雷虎也涨太多 那么二再五九的 所罗门涨太多 我这些人是帮你来害你 我觉得这些人是在挡你财路的 同不同意 股票市场里面 两万点以上 你要去寻找最会标的股票 市场第一的 我不好意思说就是我们家族 因为这是真实的股票 我只先预告一下 总之接下来 台积电不是在讲金元吗 台积电现在不是最红吗 其实这个都有原因的 我也都跟各位讲过 现在投资朋友 我们今天也是做台积电周边 欢迎你 我不会一只涨停门就给你翻开 怎么今天新云就给你翻开 你看一下所罗门几只 八只 雷虎六只 这才叫气魄 欢迎你想办法跟上产业第一手资讯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下一档股票一定要跟上 指数在创新高 不要说两万点 两万零一百点 两万零两百点 都已经先站稳了 如果在这种气氛底下的话 我问你一件事 有没有感觉 想不想赚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十二块到八十七块六 整整超过一倍 一千万已经变两千万 五百万变一千万 你想不想赚这个钱 我们家族是碰得到 有人说 早知道我多买几张 千金难买早知道 我说你来我家族就能够早知道 你来我家族就能够早知道 我们家族就是告诉你说 所罗门是最后 我们赶快留下来的股票 而且一路上给你做坡乱上来 这样你想不想赚 各位看到没有 总共加起来快六支停板 从五十二块钱到现在为止 各位看到没有 到七十三块钱 那已经超过了四十五%了 又有人告诉你 四十五%涨很多不要追 如果万一真的到那边 你不要说我没讲 如果再超过你不要说我没讲 因为这是去年绝标 去年绝标如果过 是不是就喷上去 那人家拉回来你还不满 你还要我怎么样 而且你看到没有 我已经这么尽力的帮各位说了 我已经这么尽力的帮各位说 每个节目上去我都在讲 每个节目上去我都在讲 看到没有 百分百也是在讲 对不对 都是在讲这几张股票 所以我说过 为什么这么有决心 我也告诉各位说 我一定对这里面了解的特别透彻 所以你是看我节目的 你是看我们最棒电视台 非凡电视台的人 你不要给我说老师 我看了这个节目之后 我去买那个00940 我不想批评 也不想指教 也不想讲它好 也不想讲它不好 总之呢 他们这些股 这些其实就是年注指数的 甚至有的时候 这次年度比较不好 结果它还往下跌 指数还在高涨 它还往下跌 这是年注指数 其实它还没跌多少 我要这么形容 如果你要买这个的话 我还是跟你讲说 买一支都一样 每一支都一样 你看 这看起来都 都会大涨 但是问题来了 你有没有想过去年 曾经这样跌的时候 在这个去年12月之前 你好像没有听过什么ETF很红的 12月之后每个ETF都红得不得了 因为现在是多头 但是我现在要说 ETF里面没有所罗门 ETF里面没有雷虎 当然可能有广达 但是我现在要跟各位讲的是 你看我节目 你不是在买这个ETF 你是要来追求这样的一个梦想 这才是最大的一个 真正你可以翻身的机会 外面房地产涨多凶 你怎么帮你孩子留房子 你怎么为自己翻身 你就靠那几个薪水 你真的受得了吗 所以我就这么跟各位讲说 在这种通膨的年代 你要更会理财 而且我们给了资讯 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很用心 我觉得你看节目最重要 是看说 这个老师到底是不是用心 还是在这个地方 给你卖耍嘴皮子 你看我叫你买这个 然后就涨上来 我叫你卖这个 它就叠下来 那叫耍嘴皮子 还有人上来唱歌了 我都快笑死了 各位注意一下 要讲这个 我看全市场 只有我在讲雷虎 是所谓的六项无人机 全部进来 全市场只有我在跟你讲这个什么 所罗门 还讲这个 GB200 我说GB200之后 挥达不会发表新的晶片 挥达947不会涨 你去看我的YouTube 上面是不是这样写 LINE上面也这样写 那因为你看到没有 它已经变成是左右两边放 我说不对啊 我们要的晶片是上下堆叠 不然我们干嘛发明Cowars 就100个晶片横着放就好了 干嘛要把它堆在一起啊 那就是因为 能够上下堆叠可以说得很小 那么他告诉你说 我这个B200晶片 其实我认为黄仑勋在唬你 他这个左边放100 右边放100变200 对不对 这就是GPU嘛 所以答案叫GB200 那如果再放一片 是不是改名叫GB300 再放一片变400 再放一片变500 他就告诉你说 我已经不会设计新的晶片 因为再往上堆堆不上去 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啊 再往上堆堆不上去 所以必须要横着摆 因为横着摆的话 那表示怎样 我不会再发明新的晶片了 OK 他不发明新的晶片有好处 我买了H100的 哎呦怎么后面有G200 我买了A100的怎么后面有H100 那既然你后面有新的晶片 我先不要买 我先等等看到你 你后面做些什么 好那你现在确定 好像说你已经 内行的一开就知道说 辉达晶片做到这个地方 已经没办法再做下去了 接下来就看超微 看英太尔要不要做什么 出来跟他拼而已啊 所以他把那个数字拉得很大 然后这个时候呢 哎那做伺服器的订单 本来我就说啊 本来观望性的买盘会下定决心啊 所以呢 广达的业绩这两个月会变好 因为本来说我到底要买H100 因为广达影响最大 H100跟G200是最接近的嘛 我到底是要买170万的H100 还在买250万的G200呢 哎干脆买G200啊 他也有 干脆买H100他也有 所以你看到没有 继续创新高啊 广达继续创新高啊 然后鸿海的说 没关系G200现在这个新的东西 我接下来 所以鸿海我在前线百分百 跟各位讲说 请你注意啊 116一定过关 那么辉达一旦指下去的时候 这些通通都会直线大涨 到今天还在继续创新高啊 已经50%了 我不想再印下去了 各位看到没有 因为到这个地方是比较吃力一点 涨一下停一下 比较吃力 往往在这个第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看指标第一个高点到了 我基本上来讲的话 指标第一个高点 你要不要下车以后你做决定 你可以拼他第二次 来到贝离境的高点 也可以啊 OK啊 2354的红准 照长服务一样上来 AMX照长植物啊 看到没有啊 3498的阳城 整个鸿海家族都被我翻过一遍 看到没有 包含8064的冬结 就被我翻过一遍 请问这是不是钱啊 请问鸿海家族 是不是你认识的啊 请问2359的索罗门你想不想赚啊 请问8033的雷虎 不是只有雷虎耶 6851 665 那个那个 龙德造船 6753 6753 龙德造船想不想赚啊 7402的疫情想不想赚啊 这些有的 那天那个讲说雷虎叫宋芬提 我还真的是跟你讲说 5371的宗光电跟雷虎 有点像宋芬提啊 5月份的标案延到今年 5月份的标案延到今年 会不会过 有你做决定嘛 所以你看到没有 我这边这个时候还特别给你暗示那么久了 我说你看到没有 除了这根听到说 哎呀 5月份标案要拉回 这根算是有点跑掉的关系 我也在这边卖掉 中间都没有人在卖了 中间没人卖代表大股东什么都没卖 因为他又没有农资又没农卷了 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情 股票市场里面 还是回到这句话来吧 千金难买早知道 但是我真的讲一句话 我们是不是所有东西都在这边让你现场验证 是不是都让你眼见为平 从最早期的细光子龙年开始 来到这个节目 细光子 然后跟各位讲 红海家族 然后跟各位讲说 各位请你注意到所罗门 再注意到雷虎 是不是都让你亲眼看到 就算你没有看到那些节目 股市现场前线百分百 你也看到了 对吧 跟对人 可以早知道 甚至我就必须这么讲 我讲得很直接了 今天假如不是我 谁知道8033的雷虎 投了六个标案 现在记者跑去访问他 真的六个标案 今天假如不是我 谁知道中光店要过去年五月份的高点 投了两个标案 今天假如不是我 谁知道他是绑鞋带的机器人 你可能看他跟看他一样 这高度又差很多了 你可能看他跟看他一样 根本没涨 对吧 所以亲爱投资朋友 接下来我要点这张股票 对 3583的新云创新高了 我已经没时间讲了 但是新云创新高之后 晶圆设备会变成最热门的东西 台积电记了一件事 CB200固定完了之后 那么广达能够熟能生巧越做越多 同样的台积电也不用再担心说 你给我换一些什么新的CB300CB500的 反正我只要不断的扣我时 我就能够赚钱 然后我只要把那个产量 从一倍两倍这样一路做上来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新云呢 号称啊 去年赚8块 今年赚16块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产能可以增加两倍 明年赚三 明年一样赚24块 明年还可以成长50% 所以台积电为什么 去年的时候一开始大家估38块 后来估45块 后来估54块 就是先成长一倍再成长50% 那这个是不是一样 成长一倍再成长50% 当晶片已经不会再变的时候呢 接下来你就熟能生巧大量生产 这就是现在最重要的情况 懂不懂我的意思 同样的熟能生巧大量生产 所以他创新高了 熟能生巧大量生产 所以找了红海 AI我也可以解释完毕了 其实我本来是想写索罗门雷虎AI 那索罗门雷虎也是各位可以说是这个市场上面 第一名的 我今天就直接说我们就是第一名 因为我们有索罗门 又有雷虎怎么不是第一名 货真价实 欢迎各位真的跟上真正的第一名团队 注意哦 这档股票股价还在这么低的时候 各位看到没有 那么台积电周边本亿比又最低是金元载具 欢迎你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新的股票 掌停 掌停 再掌停 我们等您电话